各位好 現在要回覆一個觀眾提問的問題 他問的問題蠻好的 所以要藉此來說明一些更重要的觀念 問題是這樣子的 他提到他在配著音樂打鼓 這兩首歌是《沈默是金》還有《新上海灘》 他在配著這兩首歌打鼓的時候 覺得沒有辦法找到搭配的方式 我在這邊做出一些說明 由於我並不是人在現場看著他怎麼配音樂打鼓的 所以我只能夠依照我所知的來分析有幾種可能 第一個情況 因為這位發問的觀眾他說他是初學者 學沒有多久 那我們從最基本的來說 當我們配著一首歌來打鼓的時候 很有可能我們所操作的節奏已經練熟了 但是我並不是知道他的速度 他的節拍要怎麼算 所以配著音樂打的時候 常常是憑著感覺去合著音樂演奏的 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從音樂裡面去聽出拍子 這是第一個關鍵 所以當我們聽音樂的時候 練習在這當中聽出拍子 在四拍的架構裡面 或者是以四拍為一個小節這樣的架構裡面 我們要能夠充分的在各式各樣的歌裡面 去聽出每個小節的開頭在哪裡 去辨認一二三四拍 再把我們所學的這個節奏 去對應在這個音樂裡面的時間當中 最好的方式還是多聽音樂 聽音樂會比你練鼓來得更加重要 請多花點時間在聽音樂去感受出 這當中四拍一個循環的那種感覺 我說話的同時 你會看到有我對著音樂打鼓 一共我用了四首歌來舉例 這四首歌分別就是觀眾所提問到的這兩首歌 《沈默是金》還有《新上海灘》 另外兩首是我選擇的 一首是最近很紅的 韓劇《愛的破將》裡面的其中一首歌 叫做《Flower》 另外一首歌是很經典的西洋歌曲 由《Caventers》他們唱的《I Needed To Be In Love》 這些歌它有一些共通之處 也有不同之處 我用這些歌來做舉例 拍片的時候我也沒有去找古樸 聽這個音樂我就把它配著打了 所以這當中其實有很多粗糙的部分 但是我想要藉由這樣子的粗糙來呈現一些我想要說的事情 這些音樂在基本上都可以被稱為一種音樂型態 叫做 Ballad 拼法是 B-A-L-L-A-D 在台灣的樂手圈的前輩 用比較台語的諧音的方式 就是給這種Ballad 這種音樂風格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芭樂歌 其實是套用在台語裡面的名詞 所以說它是芭樂歌 但是在後來這個名詞 有一點被引用往比較負面的方向 就是覺得這首歌很芭樂 好像就是過於通俗 過於魅俗 俗氣俗爛這樣 那其實它的原意並不是這樣子的 Ballad 這種音樂風格 其實它的特色是用來承載 非常多的歌詞跟敘事的內容 所謂的敘事就是敘述一些事情 那當然有很大的比例是用來做一些抒情歌曲 Ballad的特色喔 它必須要用來承載很多的故事、歌詞 所以會有一個節奏的特色就是 律動非常的不強烈 它的律動趨近於簡單的算拍子 就好像在算 1、2、3、4 1、2、3、4 只要套用在一個差不多的速度裡面 你的鼓大約的打都可以 例如說大鼓踩在第一拍 第三拍的兩個八分音符 小鼓在二四拍 節奏聽起來是 蹦、巴、蹦、蹦、巴 又或者是大鼓改為 在第二拍的後半 跟第三拍的前半 小鼓一樣在二四拍 聽起來會變成 蹦、巴、蹦、蹦、巴 這兩個節奏技術上來說是不一樣的 但是在Biolette這樣的音樂裡面 同一首歌裡 你隨時切換這兩個節奏 不會覺得有太大的問題 甚至你偶爾多加一點小鼓的切分音 或者是大鼓的十六分音 讀著切分音 或者是大鼓再多加一些變化 似乎都不會影響到 哥德爾原本的推動的本質 只要你的拍子基本上是 溫和這個1、2、3、4這樣的感覺 就可以了 更進一步的推演 你會發現 除了八分音符節奏的Biolette 也會有128系統的 就是每拍三連音系統的Biolette 也會有Swing這樣節奏的Biolette 所以Biolette你說它是一種節奏形態嗎? 我覺得它更適合用來形容 律動的形狀不用很明確 只要你的演奏能夠標示得出速度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說某些抒情歌曲 像Cabinters這一首 I Needed to be in love 或者是韓劇裡面的抒情歌曲這一首 Flower 這樣的歌曲其實是可以塞入很多的歌詞 重點放在旋律的旗程轉合 但是就不是在律動本身 在生活文化裡面就有很多舞蹈的社會 像是加勒比海地區 像是拉丁音樂比較盛行的地區 或者是在R&B音樂比較盛行的地區 比較喜歡跳舞的地區 你會發現他們的這種音樂當中 很自然會有比較多的律動 但是在例如說韓國好了 或者是台灣 或者是其他 我這樣說有點像在開地圖炮 事實上沒有絕對 只是一種比較大的比例 那在這些社會裡面 你會發現有很多的音樂 都是不強調律動 比較強調旋律性 這不是好壞的問題 就是一個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的音樂的文化走法 所以說Biolet這樣的音樂 我們了解到它的特色之後 再去搭配適當的演奏 基本上就不至於有太大的問題了 Biolet在編曲上面 節奏的包容度相當的大 它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在現在的流行音樂 比較Biolet這樣子樂風的流行音樂 會有一些常用的手法 例如說Kick或者叫Unison 中文有人說叫做對點 就是在音樂裡面 會有一些張力比較強的 那幾個時間點 會有一個要求 讓所有的樂手 同時在某個時間點 做比較強烈的重音的演奏 你會發現這時候可能 鋼琴、Bass、爵士鼓、吉他 或其他樂器 甚至包含主唱 都會唱在同一個時間點 這個強力的時間點 就會被稱為Kick 或者是稱為Unison 這是一個手法 當然在其他的樂風裡 也會使用這樣的手法 在這邊我特別強調是因為 Unison 對於抒情歌曲 對於Biolet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Biolet還有其他的手法 就是 例如說八分音符節奏的Biolet 常常演奏當中 你可以隨時切換成單手的 16分音符節奏 雙手16分音符節奏也可以 或加一些切分音 可能性其實非常的大 只要原則上 你不要太去搶調主旋律的風頭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示範影片當中 我的演奏 其實我在一邊演奏當中 一邊聽音樂 所以當中有一些誤判的情況 但是你大致上可以感受到這個示範 其實我演奏跟歌曲的內容 原本的鼓是截然不同的 因為我並沒有仔細的去 分析過原本的鼓是怎麼打 但是基本上 那搭配原本的曲子是不會有問題的 再來我要說明的就是關於呼吸 這件事情是一個有趣的議題 爵士鼓手在演奏的時候 會很重視拍子 但是不一定能夠體會到呼吸 在這裡說的呼吸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種類似換氣這樣子的感覺 但並不是真正在呼吸 舉個例子像吉他手在solo的時候 我們會追求一種感覺 叫做home-like home是指管樂器的那個home home-like 或者叫做vocal-like voice-like 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solo的時候的樂句 要有點像管樂器 或者是人的聲音在唱歌的時候 需要換氣的感覺 所以避免這個噼哩啪啦 彈了一個一分鐘的連續的樂句 當中沒有停頓 這樣聽起來就不像是人 或者是管樂器在演奏 因為管樂器跟人在唱歌的時候 當中會比較換氣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特色 樂句雖然有長有短 但是你很難聽到一連串的音符 演奏兩三分鐘都不停止 模仿管樂器或者是人的聲音 這樣子做法 會讓你的旋律聽起來更加人性化 那夫妻啊這件事情 它操用在很多的音樂裡面 特別是非律動性質的音樂 會更加的顯著 我記得幾年前 跟一個很傑出的日本的傳統樂器 三線的演奏家 合作過一段時間的表演 不是三位線喔 是三線 他在過去跟我交換過一件 他曾經合作過很多很棒的 很有名的樂手 但是這些樂手 他們基本上是以律動為主 他們並沒有意識到 這世界上有很多的音樂 其實不以律動為主 因為律動是為了舞蹈而服務的 但是他們的音樂 是為了唱出歌詞裡面的意涵 而服務的 有的時候當他唱出一句歌詞 或者是樂器演奏出一段旋律的時候 後面必須要讓延長音 拉長一個適當的時間 那個延長音回檔的時間很重要 樂句跟樂句當中 留白的時間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這留白的時間 卻不是像律動性質的音樂 那麼規律的以小節或以節拍 或幾分之幾拍 來計算這個時間量的 所以這個時間的美感非常的因人而異 也因此這些樂手跟主旋律樂器之間的搭配 會非常的平感覺 甚至需要透過視覺或動作來互相引導 在一些民族音樂裡面 會常常聽到這樣的特色 又例如我們在聽金句的時候 金句其實裡面就常常會有這樣的橋段 金句我們會有稱叫文武場 在武場就是打擊樂器的樂師 文武場的這些樂師們 他們在演奏的當中 在舞台的側面 其實是非常專注於台前表演的演出者的動作 唱歌的語調 然後用鑼鼓點來搭配語調的情緒 張力氣符 這速度該加得多快 該剪得多慢 並不是由一個客觀的像節拍器這樣子的機制來決定的 而是由相互的觀察 相互的體會 來決定要把速度跟力量加強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一切都是靠臨場的反應跟判斷 跟相互的觀察 常連累積的默契 才能夠凝聚得出來的 所以如果用節拍器當中的客觀速度來判斷 沒有辦法捕捉到神韻 這樣子的音樂 像《新上海灘》也好 或者是像《燈墨士金》 又或者是另外一首很有名的老歌 像《男兒當志強》 或者是一些 港劇舊時代的港劇武俠片裡面的 像《楚流香》這樣子的音樂 你會發現 雖然用了很多西式音樂 但是他們的精神其實是非常民族音樂的 一句歌詞唱出來 尾音要拉得多長 看出旋律表現的人 他的滿足點在哪裡 這種抽象的滿足點 其實在古典音樂裡面也常常會有 在這些誕生於不同文化的音樂種類之間 我們要以爵士鼓來演奏的時候 必須要先理解這些音樂文化的不同 不能夠單一的用某一種節奏對應所有的歌 即使是我在某一首歌裡 我聽到一模一樣的節奏 但是由於它的文化背景不一樣 即使節奏聽起來相同 在操作這種節奏的原則 操作這種節奏的邏輯也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說我們做爵士鼓演奏也好 吉他或各種樂器的演奏也好 要把這個樂器對應到哪一種音樂風格向來都不是問題 問題不是在演奏的技巧 或者是我們學的節奏的樣貌有什麼不一樣 而重點是放在我們是不是真正能夠理解 我們要演奏的這種音樂 它是來自於什麼樣子的文化背景 去理解這個文化背景之後 你在加以應用 我相信會更抓得到這種音樂的精神 今天就大致解釋到這裡 如果有說明不明白的地方 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 我再為各位做進一步的解釋